王一博 不光是王一博 还有像四大天王 都是需要时机的 但现在信息渠道很散 很难把大众聚集在一个渠道上 所以打造下一个王一博 依旧需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 除此之外 杜华还表示 现在公司有70多个训练生 而且公司也有了完整的培训体系 和一些考核指标 只要分数合格 就能投入市场 通过杜华的话来看 他还是想打造下一个王一博的 虽然很难 但只要有训练生 就会增大成功的概率 对于杜华的想法 很多网友并不赞成 纷纷在评论区直呼 忘恩负义 王一博作为月华的艺人 是流量最好的 也是热度最高的 同时也是最听话的那一个 可杜华却为了制约对方 想打造下一个人代替他 而且 现在公司一半以上收益 都靠着王一博 如今杜华有这样的想法 多少有点忘恩负义了吧 说实话 杜华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 把所有的身价 都压在一个艺人身上 还是很有风险的 所以 他需要做下一步打算 可是 他想培养下一个王一博 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毕竟 王一博是独一无二的 很难复制 首先是王一博的颜值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站长得 跟他一样讨喜 尤其姐姐粉非常多 其次是时尚感 王一博身上有那种很舒服的清冷感 还喜欢运动 懂潮流 能吸引各方面的时尚资源 就连女装就能融入自己的风格 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综上所述 杜华想打造下一个王一博 是很有难度的 王一博能成为今天的王一博 不仅有经济公司的功劳 更多的是依靠自己 大家觉得是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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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